本节目由左腕赞助播出 另外,本期内容也参与了社区共创共建的2023技术播客节 今天和我们一起发布节目的还有少数派播客 OpenBuild Talk 网上邻居Cyber Neighbors Echo.js Nebula Graph星球 科技行者 FreeCodeCamp中文播客 以及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 欢迎大家同时收听技术播客节的其他节目 让声音带你领略技术的五彩斑斓 欢迎收听代码之外 听众来信栏目 我是Randy 我是Kickaplux 从这一期开始 我们听众来信的栏目 多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来加入我们听众来信的栏目 我们欢迎勾股 嗨大家好 我又来了 因为上次我们主节目里面跟沟股聊完之后 觉得说 其实我们听众来信收到的一些问题 特别适合让沟股来参与一起讨论 因为沟股的这个职场经验 跟他现在在公司里面担任 我们manager的角色都很适合来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跟我们跟我跟Gickplex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些问题 我觉得 所以我们就特别荣幸可以邀请到沟股来当我们听众来信的固定嘉宾 这一封来自没有告诉我们名字的 他说您好 我是一名非本科背景的女性程序员 目前已经在后端工作近四年 最近两年是以远程工作的形式进行的 在我目前的工作环境中 女性员工大约只占10% 在建立人际关系这方面 我一直感到比较困扰 我发现同事们在兴趣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 他们喜欢的游戏我完全不了解 而我热爱的文学和英语播客也没法成为共同话题 这让我觉得很难建立真正的友谊 我不确定是因为我的文科背景 性别差异还是远程工作模式造成了这种局面 除了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我对工作本身的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当我在思考未来晋升至管理职位时 我感觉到有些不得要领 关于这些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门 一 在这种男女比例失衡 兴趣差异大的环境中 我应该如何交友 我是不是应该考虑换公司 二 另外我是一名没有打算公开出柜的 同性恋女性 对男性没有兴趣 我应该如何掌握与他们的关系度 三 如果我在未来想要晋升到管理职位 你认为我目前的互动方式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期待您的宝贵意见 祝节目红火 谢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里边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点是说 我们是不是默认就把工作和生活的两个 两个 circle 就是两个这个关系网放在一起 还是说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共同体 是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可能这个问题一定总是基于 基于这个假设 我觉得或者这个问题很多前提是基于这个假设 在我看来你在工作的这个团队里边 公司里边 能够认识到你最要好的朋友 甚至是你的伴侣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也许这也不是就是一定要发生的 也许你还有别的选项 或者有别的生活方式 也许我们可以从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点先开始探讨一下 也许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可能后面一系列问题就解开一大半 我不知道这个二位是怎么看的 是不是也都是除了工作之外 有别的兴趣爱好 有别的圈子 是不是这个也可以一定程度上 就是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困扰 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 我是切分开来的 而且这个我感觉取决于公司的文化 就有的公司他鼓励你 同事之间互相增进友谊和结成伴侣 然后他是鼓励这个的 所以他愿意增加这个员工对公司的黏性 但是有的公司他是禁止办公室恋情的 也禁止 主要就禁止办公室恋情吧 然后其实像这种外企里面感觉工作跟生活是完全分开的 同事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 基本上吧 基本上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 即使是有成为就发展成友谊的情况 也是跨部门的 就是不会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同事 才有可能会聊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 因为我在工作中 比如说跟同事约饭 其实是很轻松的约饭 但是你会不自觉的就会想到一些话该不该说 然后因为你知道这种rumor传播起来太快了 然后同事给你说一个rumor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得回馈一个 回馈一个 对真的这个rumor之间的交易 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八卦 但是我日常中 因为我这个人还蛮怎么说 就是没那么内向 那在职场里没那么内向 所以感觉还就聊的比较多 但是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同事到底能不能跨越友谊的那个层级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难 所以我是倾向于把这些圈子都分开了 然后一旦你分开了之后 这个其实就很清楚了 对于同事之间你该聊什么话题 什么话题你是完全不能涉及的 是非常清晰的 对我也有这个感受 说实话我周围认识的一些朋友 包括我个人的观察 很多 真的是非常多 当然我认识的很多都是在中国 在国内工作 很多人 他结婚的 就是伴侣老婆 老公 都是之前的同事 这个概率非常高 对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有趣的 但从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就像Gip Plus说的 就你其实有别的选项 而且不同的公司 也许你在接触的公司多一些 你会发现也不都是这样子 对 对国内确实 感觉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 也明显觉得就是大家很容易打成一片 可能因为工作时长的关系 就是你下了班之后必然会聊一些 对吧 要不然太焦虑了 工作时间太长了 然后另一方面 你跟同事之间 毕竟很容易就有共同的话题跟兴趣 对我们程序员来说 所以很容易就结成一些 超越同事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 我在当时在阿里 确实有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 到现在都是 对 但是在现在的公司就没有 这完全取决于公司 我觉得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刚工作的第一份工作 你大概率会 对 对 对你在上学 或者你在上学的时候 就是步入社会初期 或者说你一定程度上 你个人自我生存的能力 相对较弱的时候 你更可能会找到一些 跟你差不多的情况 大家需要一起抱团 相互扶持 相互支持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大概率会认识一些 真的非常交心的朋友 对 或者说是常年的朋友 有这种 我感觉有这种现象 没错 就第一份工作真的特别重要 我一直认同这个关系 那我觉得回到这个问题吧 我会觉得 首先第一点 也许你 也许这些朋友 您可以试着考虑一下 就是把工作的这个关系网 和 就是平时生活的关系网 索性分开 或者说工作 工作其实就是工作了 就是 如果大家觉得说 从工作之外 没有特别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 在我看来是 在我看来是一件还好的事情 就并不需要太过焦虑 或者太过担心 对 就一方面对于你个人来说 你也可以拓展一下 通过别的方式 拓展你的关系网 拓展你的生活方式 这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 那另外一方面 从工作角度 大家好像在工作和业务上 有一个很正常的 或者说一个良性的工作关系 在我看来也足够好了 这可能是我的感觉 对 他这里面主要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有两年都是 以远程工作的形式 去工作的 所以远程工作 确实有这个缺陷 就是你线上的交友 很明显没有那种 线下面对面的真实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瓶颈 以我的经验来说 如果是远程工作的话 肯定应该多花时间 在生活上面 既然你工作都选择了远程工作 那你节省了通勤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时间 投入在其他的方面 然后对于程序员来说 我觉得最大的 这个交友的场合 就是参加一些技术会议 对 这个是很好的过渡 就是叫什么 灰色地带 就是记忆不纯技术业 对吧 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借这个技术场合 因为一些非技术的话题 认识一些人 就不是工作上那么严肃的场合 对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他比较害怕参加那种 特别人多的技术聚会 就用现在流行话 就是那些挨人 他不认识去 都是艺人的场合 对 所以 我不知道现在 像内地有没有这种 就是meet up 这种比较小的group 大家会见的形式 因为像比如说国外 他有这种几个人 就约好周五晚上 一个happy hour 然后大家几个人 四五个人去一个酒吧 然后就聊聊共同的话题 比如说聊聊emax 聊聊wim 这种 这种四五个人的场合 我觉得就没必要怕了 哪怕你在全场都不说话 也无所谓 我觉得总会被cue到 或者 大家不会care 你说不说话 其实还好 是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里 可能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 除了个人生活这方面 就说 如果 我们想在工作中 工作里面 工作的时候 难免要跟同事沟通 可能建立最基本的信任 或者说 跟同事保持一个 相对融洽的一个关系 也许是 对工作来讲 也是一个 算是必要的软技能 或者软性的东西 也许这里面 也有一部分 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前面 个人生活 这个部分拽开的话 如果单独讨论 就是说 在工作里面 该如何跟同事 建立一个 对工作 有帮助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也许就 在我看来 可能就建立一个 基本的信任 然后 可以聊一些 我个人觉得 即便 所有的兴趣 你都跟别的同事 不一样 我觉得 还是有些东西 可以聊的 就随时可以聊 这个也是我 我个人一些 非常拙劣的技巧 在社交场合 赶紧说一下 我 就是聊 就是聊 那个热搜 就是微博上的热搜 一些社会 大家关心的 这个热点话题 泡算一下 大家都会知道 他跟外国同事就没法聊了 外国同事吗 我可能也会 泡一些 或者就是本地新闻 就比如说像新加坡 最近有什么本地新闻 大家都会知道 就会抛一些这样 总比聊天气好 就 我们都说聊天气 好像聊什么 如果不知道该聊什么 就从天气开始聊 就至少我觉得 这个比天气好聊一些 聊一些 就是 对 就是总能有一些话题 或者就说 你像我现在跟同事 开会前 都会大家闲聊个几句 大家其实 问的都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how are you doing 就是你最近怎么样 但我发现 大家其实都会聊一些 最近的近况 比如说我上周末去哪里玩 然后 那个地方怎么样比较好玩 什么地方 让我印象深刻 或者最近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什么之类的 就随便 唠唠家常吧 这也可以 就反正 但我觉得重点是说 不是跟他们聊这个家常 或者聊什么 而是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相互建立信任 然后松弛下来 不至于就是 哎呀 我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就是满脑的讲这个 然后工作上的很多事情 都说不出来 至少过 就是过度到一个 轻松的状态 能够投入到工作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 关于这个small talk 我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 忘记是从哪本书上看的了 就是如果你 实在不知道 说什么的时候 你就聊你 前一分钟在做什么 就是 如果你的会议 前一分钟 再回一封邮件 你就直接说 你再回一封邮件 然后这封邮件 是做什么的 然后如果你 前一分钟是在 比如说 对 前一分钟 比如说去打水了 或者说 你今天不太舒服 就比较头晕 你就直接说 我前一分钟 头特别晕什么的 就是实在想不起 其他话题 你就说前一分钟 在做什么 然后这个自然而然 因为外国人 真的很会接话 然后他会自然而然接下去 你不用管 不用想太多 对 然后 然后主要 我现在回到这个问题 我看 他说主要他热爱文学 跟英语播客 我觉得文学跟英语播客 这个算 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爱好 其实热爱文学 挺好聊的感觉 挺好聊的 对 但是大家都 就可能当面聊文学 比较尴尬 有这种情况吗 还是怎么样 对 但感觉这个兴趣 不是说什么小众兴趣 我觉得他主要的问题 在于说他认为 因为他的问题是 在这种男女比例失衡 兴趣差异大的环境中 如何交流 我觉得他潜意识地觉得 是在 是因为男女比例失衡的 这个问题 导致了 就一定程度上的导致了 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会有 会有影响吧 就是他觉得说 他目前的工作环境中 他女性员工 大约只占百分之十 这个会对 这种建立人际关系 会有影响吗 你们觉得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是 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觉得 我没有太注意 这方面的这种差异 但是其实 我自己在职场中 我也会交一些 就是女性朋友的同事 就我跟他们 也会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这倒不是说 跟性别有太大的关系吧 在我的角度来看 但是可能是 确实有一些 女性的同事 可能会 有一些这样的 内心的 对对 内心的concern 就大部分都是男性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 换个角度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十个有八个都是女生 只有两个男生 你会不会有这种 又不会 会不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你知道 我其实 大概能理解 他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 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说 在这种男女比例失衡 性别差异大的环境中 应该如何交友 就是他其实 是在问如何交友 其实对于女生来说 确实有一种 比较困扰的情况 就是如果他主动一些 去认识男生 男生可能会觉得 这个女生对我有意思 就很奇怪的 这种自信 对吧 然后如果他去找女生 然后女生又比较少 所以这就导致了 一个困境 就是他没办法主动 即使他想主动 他也不知道 该向哪一个目标去主动 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 比较困扰的情况 可能这是他困扰的点 我才 那我觉得 不是说什么 我觉得你说的 比较好的一个点是 有可能是真的 如果你 一对一的去找一个男生 直接跟他开聊 可能这个男生 就真的会这样子想 那我觉得 就是按我的 对按照我的经验来说 最好就是 我们一群人在聊 就可能 两三个 三四个 其中有一个女生 这样的话就 对 你就可以避免 这种不必要的误解 因为我之前认识的 就交往比较熟的 这些女性同事 其实都是这样 聊过来的 都是可能我们两三个 比较熟的男生 跟一个比较熟的女生 这样子 就我们 我们日常的交流之中 不会有什么说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 非分之想 或者什么 我们大家都是 就是几个人 聊得很开心的 就不会 我甚至都无视这个性别 对 其实我能理解 作为女生 如果我设身处地的想 我是能理解这种尴尬 就是如果你 尤其是这个场合 你去他工位上去找他 你知道吗 很多其他男生可能看到 因为这个比例 有点有点夸张 九比一 其他男生看到之后 可能会起哄啊 瞎想什么的 如果你去约他吃饭 然后这个就也是比较尴尬 是比较那个 稍微更加私密的一些场合 所以如果你要去 说来我们开个办公室 去聊一下这个 开个会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关键在于 我觉得就是一些尺度 跟时间点的把握吧 如果你去约他的中饭 肯定比约晚饭好 对吧 如果你去约一个 比如说再带另一个人 就三个人的一个中饭 肯定比两个人单独的中饭更好 对 反正就是这些细节了 我觉得我能 我能想到很多 对 我能想到很多细节 但是感觉没必要说那么细 对 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就是 多群聊 就多一帮人一起聊天 对 然后 至于这是不是 兴趣差异 确实很难 对 这是不是兴趣差异太大的问题呢 我又觉得说 我可以聊聊我的经验 我自己 我刚出来学校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 因为我是自己是自己学编程学技术的 我自己就一腔这种热血 我就觉得 而且我以前交往的那些朋友 做技术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所以他就天然的制造了一个假象 让我觉得所有做程序员的 他们都对技术有非常高的这种热情 有这种冲劲 有这种热血 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结果不错 突然发现 对 就发现 我以为我本来可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跟这群朋友都天天聊技术 聊这种最新的技术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种 但是不是 很少人愿意跟你 就是真的在聊这种技术的东西 那技术是我的兴趣 但是我的兴趣对别人来说 是一种负担 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 很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只是一个 一个 吃饭的工具 对吧 那我也 在这个方面 其实我当时也会遇到这种兴趣差异大的 这种问题 后来我就学会了 见人说人话 就他们在聊天 我就 一变了 对 我就变了 你不单纯了 你 对 就是 你脏了 就是圆滑一点嘛 就变得很圆滑 不是 没有 我是 我是在想 他这个问题嘛 就还是按我们性别转换过来 就是如果在场有十个 十个人 然后你是其中的一个男生 剩下的九个都是女生 他们在聊化妆品 你跟他说 JavaScript的有多牛 不是 如果 他们在聊化妆品 你说 我买了一个很牛的充电头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聊化妆品 我就跟他们聊化妆品 比如说我就问他们 我这个 我这个皮肤 这个肤质 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什么洗面奶 比较 这之类的 其实也可以聊 只是说 当然 当然 到最后 你还是会很失望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你可能一开始可以这样子 到最后 你还是会很失望 说 算了 那就 那就不要一起吃饭 那就不要跟他们聊 这个 所以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 可能远程工作的 这个因素 会占的比较大 嗯 我想到一个 我想到一个点啊 就是 我说实话 就是我 我非常认同 不认同 说的 就是有的时候 你就是 就打分工 或者说 你 你 你需要 在工作当中 跟别人建立联系 别人可能 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 别人聊 你可能也蹭着聊几句 为了工作好 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 我非常能理解 但我同时 会在想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 我 我不希望这个变成一个 像命题作文一样 就是 我 我明明就 跟一群人 没有 共同的兴趣 或者怎么样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他成为朋友 问什么办法 可以跟他成为朋友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很难回答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 就不是 怎么讲 这个完全是你个人 有选择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把它当做一个 我一定要 不管是谁 就是甚至这个人 我可能完全不认识 不知道他的背景 我一定要跟他变成朋友 但是 我需要一个方法 我不希望这个问题 变成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 在我看来 就是说 而且 像这位朋友 他已经工作 就是自己 说工作四年 也蛮久了 也不是 就是说 刚步入社会 怎么样 我相信 我们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 工作这么多年 可能真正要好的朋友 其实就那么几个 你想 这个概率 其实挺低的 所以 没错 对 我不觉得说 你要把一个 把一群 就是在你看来 没有兴趣 甚至很陌生的人 变成一个 你一定要成为 朋友的那个对象 然后去要求自己 或者说 问自己 我是不是一定要 我要 我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跟这些人当朋友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 你懂吗 就没有必要把自己 放到这样一个问题 对 我是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你 你可能 大学同学 对吧 或者刚工作的时候 认识一些很摇跑的朋友 或者从发小什么的 或者就是通过交流会认识 其实你如果希望 有好的朋友 在你身边的话 你不一定一定要选这条路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对 对 就是回到刚刚我说的 就是我可能在 现在公司 没有人跟我聊技术 或者什么 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那我就会变成说 如果我想聊技术 聊这些 硬核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在网上聊 对吧 我网上有一个 大家都很熟的群 对吧 对 我跟里面的群友 天天在线上聊得非常开心 对 Giplex应该知道是哪个群 就是在群里面聊得很开心 我觉得在这一部分 我在线上就已经解决了 对 你总能找到一个地方 你不一定是要做命题作文 对 对 然后当然我也需要线下的社交 那我线下就说另外一种东西 就是我技术的东西 我在线上聊 然后其他的 我就在线下朋友聊什么 我就聊什么 只要是那个朋友 我觉得他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不是以兴趣组成的一个友谊 我们是 没错 这种人格的 这种 这叫什么 不是人格 我能干得到 就是那种 你知道他是什么性格的人 臭味相投 对 臭味相投的人 能不能只随便聊什么都可以 对吧 你臭味相投 你聊什么都可以 怎么说 转化率是固定的 不如增加你的基数 就是你交友 不如扩大你交友的基数 而不用执着于这个转化率 其实转化率 我觉得一直都是固定的 你认识一万个人 可能最后转化成的 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只有一个人 所以你不如认识两万个人 这样 就会转化成两个人 所以不如我们换个角度来说 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在职场里面 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是怎么 怎么交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解释到的 是因为哪一些事件 或者哪一些特点 所以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中 遇到特别要好的朋友 一般都是 怎么说 共患难过 就是不一定同享乐 你就说你的经历吧 对 就是共患难 就是比如说一起加班到凌晨 加班通宵之间 这是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就是你可能一起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然后大家合作竟然还完成的特别好 就是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 两个人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 两个人的这个什么背景 什么的 或者说 一些一些工作之外的东西 有一些相似点 然后你在深入了解之后发现相似度特别大 然后不停的互相取暖 在这个过程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朋友 比较要好的朋友 我这边应该就是第一份工作 认识了一票 就是到现在都还有联系的 关系很好的 对 也就像刚才介绍 说到那个情况 就我刚 我当时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 然后我大学不是在北京上的 所以我是完全一个 非常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个一份那个陌生工作 陌生人 然后跟我一起的 也有几个就是迎接毕业生吧 算是 或者在那实习的 就我们四五个人吧 对 然后白天上班下班之后 晚上一起吃晚饭聊天啊 人家玩是唱K啊 踢球啊 就那群人在一起 关系特别好 对 确实 所以也是吃喝玩乐吧 也不是说有什么 共同的兴趣对吧 没有啊 我感觉就是 我也是第一份工作 这个结识这个感情最深 就是每次通宵完之后 因为经常通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反正一通宵工作完之后 就会去喝酒 然后我每次 我这个人不爱喝酒 只要喝酒喝吐的 都是跟这个人喝吐的 所以 可能这就是奠定友谊的关键 要一起喝吐 真的很尴尬 见识过彼此最丑陋的样子 对 我的话 我的话就是 我记得我刚 刚进阿里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人的本事 而且我是 算是第一次 进入一个很正式的职场 然后我当然会挺害怕的 其实 但是呢 当时我进去了之后 跟我们同 就我们肯定会一起吃个中午饭嘛 入职之后 然后其实在那个中午饭的时候 你通过这种交流 其实你大概就已经知道 跟你一起工作的哪些人 跟你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同类 那我没有办法说出一个很具体的这种方法论 但是你是可以感觉出来的 对 第二个问题是 他是一名没有打算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女性 对男性没有兴趣 应该如何掌握与他们的关系度 我觉得他也有一点 想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个点 就他有点怕 如果他主动去接近那些男生的话 那些男生会误会他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对 对 所以他就想说 应该如何掌握与他们的关系度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有一种方法论去说 你怎么跟这些男性去交往 因为说实话 真的每个男性的性格都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 哪个女生接近他都觉得他喜欢他 那你也没办法控制他 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就是他不会这样 他就是很正常的跟你交往 对吧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只能 只能你自己跟他交往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到 他以为你对他有感觉的时候 你就做出一点相应的这种调整 对吧 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了 我觉得 另外 做真实的自己 对 另外我得说 也不要 就是哪怕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 或者场合 也没有必要总把这个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 因为 这个对大家是相互的 对 我觉得 对 顺其自然就好 这个难免的 对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也有经验的问题 对 对 你如果觉得这个难的不行 你就不要继续跟他聊 对 对 通俗讲是这样子 对 这个其实我有一些小技巧 这个也是经历过这种社会的磨练之后 变得圆滑 就是如果你想跟一个人增进关系度 或者说你想跟一个人终止一种关系 或者说减少你们关系的亲密程度 其实都是就不停的释放信号就好 如果你想跟他增进关系 比如什么样的信号 比如就增加独处的机会 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 OK OK 就比如说男的跟男的之间 我不举男生跟女生的例子 就男生跟男生之间 比如说我动不动就去找你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一起上个厕所 什么的 然后 来回 OK 对 来回回几次 你就明显知道这个人对你有问题 我懂你的意思 OK 对 然后 对 你就知道他是在释放信号 他不管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或者总是想接近你 然后你就可以回应他这个想法 你就说我现在很忙 我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 然后如果你想跟我吃饭 你不如发个会议邀请给我 就说的身份一点 是吧 然后这种就是一种怎么说 妥善的拒绝的方式 总之就是这个关系度的把握 就完全在于你 呃 渐进式的去突破一种 比如说啊 呃 如果你想跟这个人关系更好一点 你可以去自爆其短 就是说自己的一个比较呃 不太好的地方 呃 你说一个可大可小的这个缺点 也没什么没什么损失 基本上 对 然后 然后如果你呃 接接收到这样的信号 比如说他说了一个他家里的情况 就很尴尬 就是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种关系层级 你就跟我说你家里的一些情况 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们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那你就去跟他说 呃 我家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啦 然后怎么怎么样 对吧 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呃 有一些把控的 总结下来就是不要想太多了 你觉得这个人适合 适合做朋友 你就跟他做朋友 如果你对他没兴趣就就算了 对 至于你出不出 至于这个兴趣向的身份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自然就会跟他聊这个事情 然后你跟他不熟的话 你就不要跟他聊这个事情就好 嗯 对 其实我刚才说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你如果想暴露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他也要暴露同等的这个 哎 不能说缺陷吧 这个就是同等的一个秘密 就是大家都是等价交换 信息交换 嗯 交换信息交换 嗯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适合沟股来回答了 就是他要在 想要晋升到管理之级 你认为我目前的互动方式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就是 以建立信任为最终的目的 如果我们说的实在一点的话 对 就是建立信任会 对你开展工作有 有有好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 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 就像刚才提到的开会前 大家可以有五分钟的 所谓的这个warmup 尤其是在remote的时候 就大家相互了解 最近怎么样呀 状态怎么样 最有经历过 或者自己分享一些 自己经历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让大家进入那个状态 然后就 开始开会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吧 再比如说 如果是 这里如果特别提到管理岗位的话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蛮重要的是 所谓的one on one 就是一对一的这个对谈 我不确定 现在这个情况 就如果说 你是希望 至少说 如果你是作为管理者的话 我觉得这个one on on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跟 你要有意识的 有些公司是会要求的 但是我希望 我建议就是 有意识的跟每个人 定期有一个一对一的接触 聊一聊 这个人的工作情况呀 有什么自己可以帮忙的地方呀 或者给一些自己的建议 给一些指引 这个过程 我觉得 除了工作的内容之外 多多少少也会延伸到一些 比如说 你的生活的某一方面 或者你的一些 个人的信用爱好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在我看来是这样子 那 还有一些建议 可能 我愿意推荐一些 推荐一些书吧 或者推荐一些材料 就是网上写的都现成的 非常好的 像 我就是针对这个远程工作了 比如说 GitLab 它有一套这个handbook 就GitLab是一个 算是全球非常有名的 fully remote的一家公司 然后并且他们有 非常透明公开的 这个企业文化 他们把整个这套 remote工作的方法论 都放在了网上 所以这个handbook 非常值得一读 对 就当一个工具书一样 比如说你觉得 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或者说 就比如说 如何增加 这个所谓的team engagement 如何增加团队凝职业之类的 像这个handbook里面 都有一些 提供了很多 各式各样的小方法 你可以挑一些 觉得自己适用的 可以试试看 对 类似的书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 有一本书 就叫remote 应该是 那本书还蛮有名的 对 就是 是DHH的那个吗 对 好 对 是的 类似书也可以找来读一读 我觉得比我说的要精彩多了 所以 对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 总之就是建立信任 如果结合之前的 之前的一些 我们讨论的这些内容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工作来讲 是比较重要的 尤其作为主管来说 建立跟下属的信任 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我有一个极端的观点 就是说 你只要跟你的下属有信任在 你就可以一直做管理做下去 对 但反之 不光是做技术 做IT这份工作 就像我经常看球赛 一个球队经常输球 总输球 教练不一定会下课 但是如果更衣室里面的球员 都不信任这个教练了 这个教练肯定就会立刻走掉了 对 这是唯一的 这是充分必要条件 所以我觉得信任很重要 对 非常务实的说 但是我在你回答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一个团队有五个人 大家互为同级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 他是有倾向 或者说有潜力 晋升为管理岗位的 那这个同学 他要跟其他四个同学 保持一个距离吗 还是说 你知道 就是那种感觉 好问题 对 其实我在职场中 我会发现有这样的人 你会明显觉得 他就是奔着管理层去的 然后他做事的时候 会跟你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以便他将来 比如说升职成管理层 升职成manager的时候 这四位同学就汇报给这一位同学了 对 然后好像就过度就比较自然 你说有必要吗 还是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模式 好问题 我相信 我觉得谈必要性 我觉得不至于 就是或者说 如果你说这个是必要的 我一定 脚尽脑汁 想办法找一个不一样的路 就说你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 一定同样可以 我觉得不是必要的 但我发现有的人是 就是他的manager之前是跟他同级打成一片的 然后突然晋升成manager之后 他就要变得冷酷一点 OK 其他四个人就会感觉 对啊 会经历奇怪的感觉的过程 对啊 这个人之前跟我一起上厕所 现在不了 是同一个人是吗 这个故事有续集 OK 没有 甚至刚才的梗说吗 开玩笑 开玩笑 我觉得 对 因为我觉得确实身份有转变 所以 你一定会遇到这个 你一定会经历这个过程的 只是有每个人选择过度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就提前选择 我就跟你保持距离 或者说 有些很私密的东西 或者就不聊了 逐渐的让我 让自己可以有机会 过渡到这个阶段而不显得尴尬 有些人会这样选 但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或者跟每个人的选择有关系 在我看来都可以 都成立 就是说 我 我跟另外其他人都是很好 很要好的朋友 突然有一天我 或者说经过某个过程 我成为了主管 因为我跟某个人私下关系特别好 甚至就是说通俗点都穿一条裤子了 我是不是就做他的主管会尴尬 我觉得不一定 照看来不一定 对 有些人会通过像你说的刚才那个方式 去回避这个尴尬 或者去回避这个问题 但你 提前规划 对对对 但你即便是面对这个局面 我觉得真诚是最大的这个法宝和武器 就是 因为 大家立场不一样了 你还是可以站在你的立场 非常坦诚的 比如说站在团队的立场 非常坦诚的 跟你的这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来沟通 你想沟通的事情 即便某些点上 或者某些角度 大家是可能会站在对地面 或者产生一些利益冲突 我觉得你自己主要 我觉得这个对主管自己有要求 就是你要足够的 足够的坦诚 足够的真诚 这个在我看来是最大的法宝 就你不要 有些人可能刻意把自己 你知道吗 就是包装起来 或者是把自己围在一个地方 就是说对 不要跨过那条线 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 这个很好 对 但同时你也可以跨过那条线 同时非常坦诚的跟所有人沟通 你想沟通的事情 在我看来一样是成立的 所以在我看来都可以 对 其实我能再问一个刁砖的问题 但是算了 要问吗 我其实已经想到了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团队里现在 就还是刚才那四个人 已经成为你的下属了 然后有一个人关系跟你特别好 然后你也知道 他家里今年比较困难 但是他的表现 相对于其他三个人来说 就不是特别好 OK 你为了秉持对其他三个人的公正 你现在要对你之前关系比较好的人下手 比如说把他打3.25 或者说直接踩掉之类的 因为你知道 你如果不对他予以惩罚的话 其实对其他三个人是不公平的 因为其他三个同学表现得很好 对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反人性的 我觉得 OK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已经有肌肉记忆了 就是我一定会打 我该打会打的 但他如果有困难 我私下会也会帮他 对 这个算是我的管理的基础记忆了 这个事情我 而且我真的经历过 所以我会这样做 有意思 对 这不是什么刁钻的 又学习到了 又学习到了 还好 这不算刁钻的问题 还好 看来还没当管理者 是想象不到有什么刁钻的场景 还好 OK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这位朋友的问题 主要就是想要知道 这到底是不是文科背景 性别差异 还是远程工作的模式 造成了这种局面 那我们都觉得说 当然第一 文科背景肯定不是 不是一种因素 我觉得 特别是在互联网里面 什么背景都有 性别差异呢 我觉得我们都觉得 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这样的 客观的因素在里面 都会有一些隔阂 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 那 选择 只要选择你认为 他值得交着朋友 那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就是 远程工作的模式 我们 我觉得远程工作是 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对 希望这个朋友 有收获 感谢大家能耐心听完 本期节目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给我们点赞 转发和评论 你们的留言 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如果你恰好喜欢 我们代码之外 那么你可以在 小宇宙 苹果播客 哔哩哔哩 和YouTube订阅我们 也欢迎你在爱发店 或刚才提到的任意平台中 给我们打赏 最后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想和我们交流的问题 可以通过听众来信 反馈给我们 来信入口 在每集的show notes里面 我们会征选出 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发布在听众来信节目中 我们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